哎呀,走了 今天阴多云 但是没有雨 昨天天气和今天差不多 也是这种样的 昨天国庆节 昨天是这边的国庆节 独立日 我在屋里面干活 后面小花园八地 干了整整一天 现在去超市 下午已经去过超市 但是 这是一个 是一个 丰田 亨特 猛禽的版本 好像是上面有一户人家我们知道 嗯 他也从这个口出来的 刚才实际上我们中午的时候出去 他上村走了一下路已经超市已经查克过了 但是缺点东西 现在我去买一点 买一大袋冰块 买一个龙叔的那个汁 还有一个 买一盒冰淇淋 有点热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录这个第一视角的pov的行车视频了 我今天天气也不太好 我记得上一周吧上一周出去的时候 当时那个天特别漂亮 阳光明媚灿难 南天白云 当时想录的 结果发现 哥布罗 我当时走的时候谁说就拿了 结果发现 电磁没电了 快没电了 同时卡也不在 里面根本就没放卡 郁闷惨了 于是我一直很久都没有 老的 吉姆尼 吉姆尼 现在气温二十二度 这段时间气温不错很凉快 不是很热 我这边气氛基本上到25度就是夏天的常态 突然如果冒到某一天超过30度那就如临大敌了 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热了 所以今年从入夏到现在 我感觉超过30度的天好像是两天还是三天的我也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油价降到1块7 1.699 1.699 前些天一直保持在1.7级 最近是一个高位 因为之前一直都在1.6级1.6级徘徊 我今天是加油 哎呀我的车呀 这个车开 还能还要开一段时间 现在是18点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傍晚了 路上的车会非常少 加上今天天气也不好 我现在装家地 今天我们俩出去的时候去了另一个城镇 我那个收割机在那 一路一路装家地基本上都在收割 最近的天气不错雨水比较少 这是收割的好时候 雪铁龙过去的 C5 C5旅行 这是一辆奔驰V class 还顶了一个 车领那个帐篷 目前是 现在的七月底嘛 目前是欧洲这边度假的高峰 高峰期吧 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进入了一个休假的模式 我们下面一个邻居 他们家有了个小白猫吗 我们一直帮他们养他们不在的时候 他们昨天刚回了 先去了 先去了那个希腊度假的两周 那边热呀 那边基本上动不动就冲到40度 现在 这分号大呀我得关起来一点了 关起来吧 这下进入一个安静的世界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维持到二十二度 今天的气温真的是不错 而且我看天气预报未来也没有超过三十度的天 刚才不说了吗 总共也就 也就连到三天吗 他都是 不是连续的 要是连续这么高的温度 比如说去年 去年就有 就有去年这个是非常非常热 非常热 就有好多连续很多天都在30度以上那种 热的真是受不了啊 现在路上面老看到车 顶着那种那个行李箱 就独乐的行李箱 这个这开的 哎呀 我已经很久都对法系车已经没有任何的评价了 无感了已经 融入你的这种血液了驾驶 相当于你身体的一部分延展出去 这车稳定性 就是这种驾驶的稳定性 高速的稳定性非常好啊 现在你看呢 这车是这样定速行航 只有一个最传统的定速行航 没有任何的一个 辅助的功能 假设这路够折的话 方向不跑偏的话可以一直按到这个速度开 为什么前面的亮红刹车 我得把巡航解除掉 现在一直在滑行状态 那边 现在装甲地 要么是收割小麦 要么就是大片的这种玉米地 然后还土豆那边的土豆开的小白花 大面积的土豆 前面这辆车动不动就刹车 后面背了个自行车 好了 好了我的超市 这城镇已经到了 现在家门口就有一个大超市 比这个规模大 但是 我们不怎么去 主要我买的这个冰块 环顾买了几家都买了以后 只有他们家 这家超市最好的 他个头大 他不沾 我操之前买了个颗粒倒是小 但是他妈沾一大坨的 我死定的锤呀 锤 把他吹开来 不好用 所以这家买来买去发现这家的冰块最好用的 这个是一辆奔驰什么叫GLC 电动自行车 我准备我的车到了以后我不是选择了拖车工吗 未来我也会买一个这个玩意儿 图乐的这个我是2Bike就两辆自行车的特别贵这玩意儿 这一个 6700欧好像 反正预计要买一个 然后行李下 也有行李价 行李价以后 比如说出去长途自驾的时候 我再买一个图乐的行李箱 多好 但是 这老的Espace 两个大了个行李价好大呀好夸张 在那个顶上 他第二个好像是可以滑动的 因为他这MPV车都特别大 可以滑动 怎么还没切换 哇后边的那么那么长溜的车了 居然 嗯 等这个宝马过去 哎呦刚进去的也是一辆五座的比加索 和我车一样 现在超市已经没有几辆车了 好了 到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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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